油烟机清洗是咱们一年中清洗最多的家电 把它做好保证你会收获一笔不小的收入 哈喽大家好我是大蕊蕊 今天给大家分享这台老板顶期烟机全开清洗的流程 它拆卸非常非常的简单 你肯定能学会 学不会我把手寄给你 拆卸这样的顶期烟机 咱们首先拆卸这个挡板 先把它的固定罗斯拧下来 然后往外一掰 然后顺便往上拔 把这个挡板取下来 现在拆卸这个烟机的指挥帆 把这一圈的固定罗斯全给它拈下来 然后给它往上拔 来看看这个烟机 估计从安装上就没有清洗过 看看这油 骨子多密实啊 继续把这个上盖板拆卸掉 之后呢 给它往上先 把这个盖板取下 现在把灯的插件 还有控制面板的插件 分别给它拔下来 把这个控制面板拆卸下来 这个按键呢 一会咱们直接拿抹布把它擦干净就可以了 然后咱们继续拆这个灯 这个灯跟以往的灯不一样呢 有灯是直接咱们这么一摁它就出去了 这个灯不一样啊 先把这几个小耳朵给它变起来 给它变直了 拿个螺丝刀 给它变住 变好了以后 咱们往上拔 再把这个玻璃的小盖给它弄下去 还有这个焦点 这样这个灯就取下来了 现在把烟机给它躺平 拆卸中间的玻璃网 这个玻璃网也是可以把它剔开的 这样清洗会比较方便 这个玻璃网取下来以后 还是把烟机给它立起来 拆卸去剪锈口 把这个剪锈口打开 这样呢 风轮就露出来了 把导油槽拿出来 取下风轮的固定螺母 然后是风轮 像这样的正牌烟机 咱们在拆卸的时候 就是特别简单的 它的零部件都非常的规范 就不怕那种杂牌烟机 然后拆卸这个电源盒的上盖 这个螺丝呢 是属于异形的 拿出异形的螺丝刀 把它拆卸下来 这样这个上盖就可以把它掀起来了 把这个线拔出来 看看这好烟机 插件都特别的简单 继续把这个电容卸下来 把这些插件呢 分别给它拔下 这些连接线 咱们就可以抽出来了 继续把这些线 给它拿下来 这些线呢 最好是不要招水 接下来是地线 记得咱们就可以取电机了 取电机之前 先把这些连接线 给它捅进去 然后拆卸电机的固定螺丝 咱们就可以把电机 给它拿出来了 这个地方会有三个垫 一定要把这个垫 给它抠下来 这样呢 这台老板烟机 咱们就已经全部拆解开了 把这些所有的零部件 清洗干净后 擦干水分 再开始组装 组装的顺序 就是后拆的先装 先拆的后装 你学会了吗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拜拜 拜拜